我想要推薦《她的世界史》这本书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特别有趣的历史学的作品 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子环游世界的故事 同时透过她的眼睛去认识当时18世纪的世界是怎么样 《她的世界史》 这本书讲的是一位叫做 李奕莎白马许的一个年轻女子 她因为因缘际会 特别是跟她先生有关系 所以在她的一生当中 有机会到当时的全世界去做了很多游历 很多冒险 甚至碰到了很多挑战等等的有趣的故事 我们过去讲这个历史 历史的英文是History 很多人都说历史里面讲的都是男人的故事 His Story 这本书的中文书名叫做《她的世界史》 是一个女字旁的她 所以讲的很特别 跟我们过去课本上面读到 或者很多历史书里面讲的都是男人的历史 就很不一样了 因为它聚焦在一个女性的生平之上 伊丽莎白马许 根据这本书的这个描述 其实几乎走遍了全世界 那她甚至也曾经来到亚洲过 所以这个书里面讲的真的是一个这个十八世纪的全球史 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读历史跟过去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过去读历史可能都讲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历史 可是我们今天看历史就发现说 在十八世纪 也就是距离今天已经两三百年之前 当时的人就可以透过各种方式 当然没有像今天这么便利 可是他们已经有他的方式 可以旅游全世界 可以去全世界冒险 背后的这个脉络 其实跟十六世纪以来 因为包括这个大航海事态之后 全世界所建立起来的贸易网络 当然有很密切的关系 这十八世纪的世界 过去我们在课本上 其实会读到很多大的这个变化 包括说这个美国的独立战争啊 包括说法国的大革命啊等等的 那也包括这个十八世纪 英国其实在全世界跟各个国家都有很多的互动 那在这本书里面 作者就透过这个伊伊莎白马许个人的故事 跟这些大的历史事件 做了一个结合跟对照 让我们看到说 这些事件对于一个小人物 对于一个女子的生命 可能有哪些的这个影响 那甚至有时候也未必有影响 有时候就是 这样一个大事件跟小人物生活的对照 我觉得读这本书 其实有很多这个新鲜的观点在里面 第一个包括了我们讲 这个过去我们读到的历史 可能都是男性的历史 那和这本书反过来 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出发 让我们看到女性在历史上 也有他们自己扮演的角色 第二个是 他讲了一个全球的故事 他透过这样一个女子的冒险 让我们看到当时全世界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互动 最后他也翻转了 我们过去讲到这个世界史 好像都是比如说像英国这些霸权 高高在上的形象 这个作者除了写过这本书之外 他在其他作品里面 也常常提醒我们 其实当时欧洲人到世界各地去 也可能会吃鳖 并不是都是这样无往不利的 所以我想从这几个角度 这本书都大大翻转了 过去阅读世界的角度 我想推荐这本书给大家 就是透过这本书 也许可以鼓励大家走出去 有更多的这个冒险 来认识这个世界 很宽阔的 很多的新的可能性 感谢观看